这个大帅哥在踩石场和枪贩子交易 他熟练的手法一看就是个内行 虽然他长得人模狗样 但做生意却毫无诚信 验完货之后不仅不给钱 还把两名枪贩子给杀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不俗之客 大老王和李阿姨是两口子 夫妻二人带着闺女和儿子 平静的生活在小镇上 李阿姨的大儿子是部队的一名特种兵 在一场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了 当李阿姨正在抒发感情的时候 男主大卫背着包出现在了他家的门口 大卫说自己和李阿姨的大儿子是亲密的战友 他由于受伤提前退役了 李阿姨的大儿子临死前曾托福特 一定要来他家看望一下 大卫的到来勾起了李阿姨对儿子的思念 大卫一看气氛搞得挺紧张 于是便打算离开 但是被李阿姨强行给留了下来 李阿姨的女儿金发妹从卧室出来 看到自己的妈咪正在跟一个陌生男人聊得兴高采恋 大卫介绍完自己的身份之后 便打算返回镇上的旅馆 但李阿姨执意要大卫住在自己家里 他的目的是想跟大卫多唠唠 听听自己儿子在部队的生活 恭敬不如从命 大卫只好住进了战友的房间 李阿姨的小儿子在学校是个瘦气包 整天受其苦还不敢跟家里人说 对于李阿姨擅自做主把大卫留在家里这件事 作为一家之主的大老王有些不满 他认为此人身份不明 而且很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战后综合症 大卫问小儿子的脸是怎么动的 小儿子为了不被嘲笑 谎称是被橄榄球砸的 但大卫一眼就看出那肯定是被人揍的 虽然大老王对大卫留宿在家里有些不满 但大卫彬彬有礼 大老王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晚上两人闲聊的时候 大老王向大卫大脑哭水 说自己勤勤恳恳的工作 没想到却被一个有学历的后背 抢了区域经理的职位 本来大卫打算第二天就离开 但大老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 非要大卫多住几天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大卫亲自开车到学校接小儿子 拉着小儿子跟着那几个同学来到一酒吧 大卫来的目的就是替小儿子报仇的 因此双方一言不合又打了起来 虽然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儿子 在这场群殴中也挂了菜 但对方明显伤得更严重 晚上李阿姨的闺女金发妹 要去同学家参加派对 李阿姨非让金发妹把大卫给带上 出发前大卫洗了个澡 金发妹和大卫在卫生间的门口装甲 大卫那健硕的身材和故意摆出的pose 把金发妹看得脑子乱了 小心脑也颤 派对上非常的热闹 大卫这一趟算是没有掰来 还帮着人家干了点体力活 金发妹的闺蜜向大卫诉说了自己的烦恼 说自己的前男友整天纠缠的 正说着呢 她的前男友就出钱 大卫上去就把前男友给揍晕了 闺蜜一看激动的是花枝乱颤 大卫找到金发妹的朋友大长脸 希望大长脸能帮自己埋几把枪 第二天一早 金发妹无意中看到大卫在打电话 大概意思是说 大卫现在一直隐藏着身份 似乎是在躲避一些人的追杀 而且还涉及到了整容等一些内容 金发妹对大卫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于是把电话打到了陆军基地询问情况 这件事马上就被有关方面得知了 负责人酱油叔听了这个消息之后 大吃了一惊 决定亲自到金发妹家一趟 大卫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交易地点 枪贩子和大长脸已经等候多时了 验完货之后 大卫七里咔嚓把这二位全给插 金发妹终于接到了陆军基地的回信 说那个叫大卫的大兵一周前就死了 金发妹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大老王下班回到家 告诉了他老婆李阿姨一个好消息 说那个抢了他区域经理职位的家伙 被人给干掉 上级已经把这个职位给了他了 这时候金发妹接到了男朋友的电话 说大长脸被人给杀了 为了查清大卫的真正身份 金发妹偷偷地拍下了大卫打出去的电话号码 金发妹再次接到了男朋友打来的电话 说警察在他的车里发现了杀害大长脸的手枪 并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一些毒品 看样子一时半会他是出不去了 联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金发妹实在憋不住 说军事基地那边已经确认了 大卫在一个星期前死于了一场大火 对于金发妹说的这些 大卫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他掏出了自己的狗牌 以证明自己的确就是大卫 晚上等家里人都睡了 大卫来到了金发妹的房间 说自己曾答应过他的哥哥 要照顾好他们全家人 他过两天就会离开这里 金发妹也没必要再一身一鬼了 金发妹通过大卫打出他的电话号码 发现对方是一个被吊销了执照的整形医生 他认为枪贩子和大长脸就是大卫所杀 他让弟弟帮自己多查查大卫的信息 转过天小儿子在上课的时候 再次被班上的同学欺负了 这次他没有选择退让 而是听从了大卫的教导 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校领导很快就把李阿姨叫到了学校 大卫也跟着过来了 大卫把小儿子从头到脚夸了一遍 说好好干组织看他见 本来校领导坚决要把小儿子给开除了 但是大卫的一番慷慨真词 连威胁带吓唬把校领导直接说的没词呢 只好做出了妥协 对于大卫的帮助小儿子非常的感激 他认为大卫应该不是一个坏人 于是便把他姐姐金发妹对大卫的怀疑全都说了出来 要说这姐弟俩真的是推理小能手 不仅准确的猜中大长脸和枪犯子是大卫所杀 而且说大老王单位那个区域经理也是大卫杀 当大卫正在帮着李阿姨晾衣服的时候 酱油叔带着一帮手下出现了 在确认了大卫就在这之后这帮人开始动手了 但大卫显然比他们的反应要快 双方当场就发生了火拼 把李阿姨家都快打成马蜂窝了 这李阿姨估计是下了脑子短路 居然还傻乎乎的跑进了屋里 酱油叔这边的火力相当强大 把大卫压着的头都抬不起来 看着眼前的这个严峻的形势 李阿姨也不禁对大卫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但他刚准备呼吸就被大卫一刀为通刺 大卫不敢恋战 开着车仨子跑了 酱油叔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半道上大卫刚好跟大老王走了个对脸 大卫猛的一打方向盘 直接就迎头撞了上去 然后下车把奄奄一息的大老王给毙了 酱油叔在餐馆找到了正在上班的金发妹 两人前脚刚走大卫就杀到了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大卫二话不说就把金发妹那位知情的同事给毙了 然后又往餐馆里扔了两颗手雷 把现场目击者全给干掉 酱油叔开车拉着金发妹前往学校去揭晓儿子 在金发妹的一再追问下 酱油叔说出了内情 原来大卫在部队的时候是一项医学实验的对象 在实验阶段大卫杀了几个人之后就逃跑了 为了迷惑军方的视线 大卫制造了一起火灾 让军方误以为他已经被大火给烧死 酱油叔说 大卫有一种用来保护自己的神经反射 如果他感觉自己的身份将要暴露 按照实验的程序 他将会杀掉所有的知情人 这里边也包括金发妹的父母 而这种神经反射是大卫自己无法控制的 酱油叔和金发妹来到学校接金发妹的弟弟 此时的小儿子正在布置学校的万圣节迷宫 两人刚找到小儿子 大卫就杀了过来 迷宫里搞得人晕头乱象 一名老师很快就被干掉了 酱油叔眼睛瞪得像灯泡 紧张的是不得了 不过光紧张没用 很快酱油叔就被大卫给偷袭了 紧接着大卫开始追杀金发妹姐弟俩 金发妹捡起酱油叔的枪 砰的一枪就把大卫给撂倒了 不过大卫这种从实验室出来的超级战士 哪有那么容易挂掉 很快就掐住了金发妹的脖子 这时候小儿子从后面给大卫来了一刀 这把刀还是大卫送给他的 这次大卫没有再反抗 或许他意识到自己这个实验品这么活下去 也是受罪 只有死才能让他彻底的解脱 临死前 大卫还为小儿子的勇敢点了个赞 警方和消防队的人员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金发妹无意中看到一名消防人员 一蹶一拐地走了出来 仔细一看居然是打不死的小强大卫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数唐诗压经吧 只要长得足够帅 再坏也会有人爱 就算品行多不好 仍是一盘开胃菜